小明每天跑步2小时健身 请完成下表 我现在有时间 有速率 我们要先求出距离 才能算笔值 距离怎么求 速率乘以时间等于距离 我这里速率每小时4公里 4乘以2等于8 5乘以2等于10 6乘以2等于12 7乘以2等于14 8乘以2等于16 那我要算距离跟速率的比值 8乘以4等于2 10乘以5等于2 12乘以6等于2 14乘以7等于2 16乘以8也等于2 比值都相同 我是不是就可以说 距离和时速 也就是说距离和速率 是成正比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当我的时间都被固定住 我们固定时间是2小时 时间固定时 速率和距离会成正比 而且当速率跟距离成正比的时候 两个东西互相成正比 它们的特质就是 其中一个变成原来的N倍 另外一个也会变成原来的N倍 我们检查看看 距离原来的2倍 8乘以2变成16公里 速率从4乘以2变成8 也是2倍 我们再来看 10公里变到12公里 是1.2倍 那速率5的1.2倍 也是6 所以当时间固定的时候 速率跟距离会成正比 成正比时 速率变成原来的多少倍 距离也会变成原来的多少倍